回国感受 中国护照和美国护照的差别 中国的护照这样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中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 对持此护照的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 美国的护照这样写的 请你记住 无论你身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强大的美利坚共和国随时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请记住你是美国公民 记得曾经在悉尼移民局续签的时候 有个美国人无礼的大喊大叫 在外面的六年终于让我明白 一个国家对自己有多么的重要 当然还有祖国对自己公民的保护和重视程度 中国已经不在是以前的中国 我们饿着肚子也能打败二战中的无敌舰队 美国 美国人用了十年 最后只在越南留下自己二十万青年 中国三个月打到河内 中国的经济 政治都是世界超强 还有很多 不说了 总之中国已经被世界公认为第二强国 但是 回来的一年 国内的一些现象让我觉得 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最重要的不是经济 不是军事 不是 No nothing but 中国最需要的是大国的心态 中国的老百姓要认为自己的祖国是强国 我们不再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了 看看鬼老们在中国随便地骗走年轻的女孩子 看看鬼老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耀武扬威 这情景恐怕在悉尼我都不曾见过 这是我的祖国吗 我真的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吗 我是这里的主人吗 重阳媚外的问题恐怕不是一代两代人的问题 也不是个人的问题 就连government都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民族需要好好地思考了 我不想说我在外面待过就见得多 但是有些事情 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澳洲在西方世界中一直是大农村 但是澳洲的国际机场有两条通道 一是自己公民的 一是外国人的 无论什么手续都是本国公民优先 再看看中国的海关 总是外国人优先 虽然有中国人口比较多的现实问题 但是在我看来绝对是government的重阳媚外 我总是不明白 为什么government要求中国的老百姓都要学英语 为了奥运 个人认为既然中国举办奥运会 就是要让世界了解中国 既然中国有实力举办奥运会 说明我们也是世界一个很强大的势力 五分之一的人说中文 鬼佬为什么不能学两句必要的中文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 中国的代表团是人数最多的 我也没看见哪里有中文服务啊 必要的官方英语服务人员是必要的 但是所有的老百姓学英语 为什么新东方的余敏红挣了这么多的钱 我想能说能教英语的人很多 但是他就是抓住了 中国人陷在重阳媚外的心里 现在很多人甚至认为什么东西用英语说就很牛逼 个人认为 在自己土地上 为什么要说大部分人听不懂的英语呢 还有就是歧视性的政策 曾经申请绿卡的时候 看见澳洲驻北京大使馆门口警卫都耀武扬威 心里真的很难平静 中国有很多歧视性的政策 让我这个接受过自由民主熏陶的人也难以忍受 让我觉得仿佛在自己的土地上都是二等公民 说个最近的 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听说以后出国一年以上的人 回来要做HIV的测试 那就是说 承认外面的情况很严重 要严格控制 government的这个行为 我觉得很必要 但是只想问问 既然这样为什么外国人没有检查 为什么外国人没有测试 我只知道去澳洲的时候 我没有做这个测试 可能是因为人权的问题 国家也没有权利因为得了绝症 就不让你入境 所以 government的政策 我不明白是重阳媚外 还是觉得中国的老百姓不需要人权 说让你测你就得给我测 鬼佬惹不起 还是重阳媚外 就是希望鬼佬来中国 不管你怎么样 黄头的就是高级 在中国工作的外籍员工的工资 都要比中国人的多 不太明白干一样的活 为什么拿不一样的工资 中国的劳动力在自己的土地上 原来也是个见假 这个在外面恐怕要闹革命了 当然中国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是和谐社会 一切的一切 我还是回来了 我爱我的祖国 我很赞同一句话 家是一种感觉 而不是一个地方 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在自己的土地上 能有主人的感觉 我多么的希望 自己手里的护照 是全世界梦寐以求的 而不是去哪里 都要看别人的签证官 眼色的那个中国护照 I have a dream的一天 中国的护照上面这样写着 此人是中国公民 That is it 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优先 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是中国公民 我的祖国是强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知不知道 我认为是中国公民